小朋友们,欢迎来到格子酱讲绘本,我是格子姐姐 今天格子跟大家分享的绘本是 加油,熊先生 动物村的郊外有一间熊熊诊所 熊医生和患熊护士在这里工作 呀,今天一大早来了很多小朋友呢 第一位病人是小兔子 你怎么了? 我喉咙痛 把嘴巴张开 啊 哎哟,喉咙肿起来了,我开个药给你 医生开了三天的药交给患熊护士 熊医生,这是小兔子的药,我拿给他 小兔子,这是你的药,要多漱口,也要经常洗手哦 下一位是小猪 医生,我肚子疼 把衣服拉起来 哦,我知道了,你感冒了,吃完药好好睡一觉 猪小弟,一定要多洗手哦 第三位是小猴子,他是来打流感疫苗的 来来来来,我们先量量体温 谢谢你 体温三十六度一,可以打疫苗 谢谢 要打咯,好的 回去以后,一定要记得经常洗手呢 最后一位是河马 我的鼻子好痛啊 哎哟,没有发烧,脉搏也正常 熊医生用听诊器听着 哦,哦,原来如此 我知道了 换熊护士,请你用棉花棒,挠挠河马的鼻孔吧 嗯,我来挠吗 哦 他轻轻地挠了挠河马的鼻孔 看到小鸟飞了出来,河马吓了一大跳 原来是小鸟住在里面呢 对不起,我们不小心把鼻子看着鸟潮了 太好了,太好了 我刚刚就是听到了小鸟的叫声嘛 熊医生挥挥手说 以后要更加小心哦 谢谢熊医生,再见 嘿,不要忘记洗手哦 熊医生忙了一天 在椅子上打瞌睡呢 好了,小朋友们 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 如果你也喜欢听这个故事 要给鸟子姐姐点赞哦 想收听更多好听好玩的故事 关注鸟子酱讲会呗 鸟子陪你一起成长,晚安 我们下期见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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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